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好后把它放入清水中 浸泡一下把表皮的淀粉全部清洗掉 这样炒出来才会脆爽 并且不会起伏粘锅 然后我们来准备一点干辣椒 蒜末 还有39颗花椒备用 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在这一步就开始下锅炒土豆丝啦 切记要想炒的土豆丝脆爽好吃 就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 直接下锅炒的话就会导致炒出来的土豆丝不脆 或者是熟得不均匀之类的 那么在下锅之前我们提前多做这一步 锅中提前烧开水 倒入土豆丝焯水半分钟 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就和饭定的一样脆爽好吃 然后捞出沥干水缝 淡用 然后再起锅 放入适量的食用油烧至七成热 关火 再将油温降低至五成热 下入干辣椒 蒜末 还有花椒 爆香 再倒入土豆丝 快速翻炒均匀 这样炒土豆丝就不会散锅啦 然后放入适量的食盐调味 再放一点香醋 小勺白糖 最后放入一点古安酸辣 提一下鲜味 翻炒均匀入味后 来上一把美意的葱花 拌匀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和饭店一样脆爽的酸辣土豆丝就做好啦 喜欢的朋友快来试试吧